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来俩人是打算结完婚后一起去读蜜月的 但是最后因为一些事给耽搁了 所以就便宜了我 其实也不算是便宜了我 因为我们那一大家子 年纪大的不乐意去 年纪小的在上学 哥们差不多的不会英语 所以也只能让我去 那是我第一次出国 在这之前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竟然有出国的一天 可能大城市的人对此习以为常 但对于我这种农村人来说 心里早就乐开了话 那次不是我一个人去的 还有一张票 给了女方家的亲戚 忘了是女方的大舅还是大伯 反正是个有钱人 说是在泰国开了好几家美容院 这次专门 从泰国赶回来 参加新人的婚礼 正好还有一张机票 就让他跟我一起飞泰国 飞机上 女方亲戚给我介绍了很多 关于泰国的景点 还说等他先回店里办点事 把事情办完后 再带我好好地逛一逛 我们是在曼谷下的飞机 说实话 论繁华 曼谷比不上我们的北上广 论景点也比不了祖国的山川河吧 不过毕竟第一次出国 第一次见识到异国文化 那种视觉的冲击力还是很大的 在曼谷待的时间并不长 去的地方也是必去的一些景点 什么大皇宫 四面佛寺 郑王庙之类的地方 在这里给想去泰国 或者准备去泰国的朋友们提个醒 泰国司机很喜欢宰客 尤其是中国人 看到黄皮肤的人 他们恨不得把你围住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是本地人 对外国旅游者的欢迎 其实在他们本地人眼里 他们只把你当作一只肥羊 说回正题 去泰国旅游的人很多 其中数中国人最多 我觉得就算一个不会英语的人 也可以自己一个人去泰国旅游 大街上 随便说句中文就有同胞回复你 而且还有很多本地店家老板 多多少少也会说点中文 完全不用担心语言不通 当然 如果是泰国小地方的城市 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在大皇宫就遇到了几个同胞 两男两女 应该是两对情侣 我跟他们聊了一会儿 知道他们都是苏质大的学生 刚来泰国没两天 当时我要找住的地方 他们就给我推荐了 他们住的宾馆 正好我也懒得折腾 问了宾馆的位置 就过去办了入住 我记得我是下午办的入住 在房间里收拾了一下 差不多就到晚上了 我还记得当天晚上 我吃的是泰式炒面和冬银公汤 炒面的味道就那样 不过冬银公汤真不错 酸酸辣辣的 让人很有食欲 大概是晚上八点多左右 我准备出去逛一逛曼谷的夜市 在前台问路的时候 正好看到那两对情侣回来 我还跟他们打了招呼 问他们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 其中一个男的 说他女朋友有点不舒服 可能是吃错东西了 先回来休息休息 把那个身体不舒服的女生送回房间后 他们又下来了 问我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出去 他们准备去看表演 我问他们什么表演 他们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告诉我 去到后就知道了 起初我以为是杂技表演 或者是魔术表演一类的 但真当我去到后才发现 竟然是人妖表演 说白了 就是一群人妖在台上跟下面的观众互动 互动内容无非就是搂抱亲摸之类的 十分大胆 十分吸引眼球 台下观众中国人最多 男女都有 甚至还有小孩 有的人只喊刺激 有的人低头红脸 我倒是没什么感觉 不过在这里 我想给大家一个忠告 去泰国开人妖表演的时候 最好不要带女朋友 因为说不定你会被选为上台互动的幸运嘉宾 台上人妖邀请互动 嘉宾很喜欢选黄种人 选到你上台 你要跟他进行亲密接触 有多亲密我就不说了 我亲眼见到一对情侣 女的因为男的上台互动 心声不满 男的下台后 俩人大打出手 不过我也想说句公道话 并不是所有人妖都是这样的 有的选你上台并不会和你进行过多接触 最多只是借位的假象亲密接触 都是为了舞台效果 看完表演 时间已经很晚了 我们吃了点小吃就回了宾馆 路上还在聊明天准备去哪里 可谁知道刚回去就出事了 出事的是那个身体不舒服 留在房间休息的女生 她男朋友回到房间还没几分钟 那个女生就开始不正常了 整个人疯疯癫癫的 嘴里咕咕噜噜 不知道在说什么 眼神变得呆滞 一直揪着自己的头发 大喊大叫 我过去的时候 那个女生被她男朋友控制住了 眼神凶狠 还流着口水 给人低一眼的印象 好像就是一只人形野兽 虽然我们认识没几天 但因为我年龄比较大 他们都比较听我的话 再说 他们也就是一群刚毕业的孩子 遇到这种事早就慌了 甚至忘了打击就电话 一个劲地问我 怎么办 我让他们别急 先去打击就电话 然后问男生 他女朋友 有没有间接性发作的 家族遗传病 男生说没有 学校组织体检的时候 并没有检查出来 什么家族疾病 甚至隐藏性疾病也没有 这就怪了 既然没有家族遗传病 也没有隐藏性疾病 怎么可能会无缘无故地发颠呢 而且情况还那么严重 我又观察了一会 慢慢发现这个女生的症状跟中邪很相似 不受控制 迷失心智 让我很快就联想到了降头 可问题是 他们刚来泰国又没几天 怎么可能会被人下了降头呢 再说我一中国人又不懂这洋玩意儿 就算是被下了降头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就这么等着也不是办法 我想起跟我一起来的那个女方亲戚 她在泰国待了很多年 应该对这方面比较了解 正好在飞机上 我们互相留了手机号 我就给她打了个电话过去 接通后 我把这里的情况跟她说了一下 她那边沉默理会 问我 他们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她这话一出来 就落实了这个女生被下了降头 我赶紧问那个男生 来泰国的这几天 是不是得罪过本地人 那个男生想了想说 并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要说本地人的话 倒是跟几个泰国佬发生过争执 男生说 就今天晚上 他们吃饭的时候 隔壁桌有几个泰国佬 一直看着他们两个女生 边看边用泰语说些什么 虽然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但看他们坚硬的眼神就明白了 肯定是在说一些会言会语 而且那种眼神很讨人厌 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在里面 就好像用眼神把人衣服包光了一样 本来他们只当做没看见 大不了吃快点 吃完走人 眼不见心不烦 但后面那几个人变本加厉了起来 又是吹口哨 又是做一些下流的动作 还用英语说一些奇话的话 他们就没忍住 跟对方争执了起来 后面被人劝和 吃完饭他们就走了 讲到这 那个男生好像想到了什么 跟我说 他女朋友就是吃完饭没回 肚子就开始莫名其妙的疼了 然后把他送回来休息 再然后就成这样了 我把事情的原委给女方亲戚说了 他思索了一下 跟我说 那个女生很可能是被那伙人给下了药匠 接着他告诉我 泰国的邪匠分三种 药匠 飞匠和鬼匠 药匠类似国内的谷 用一些毒物来进行诅咒 通过食物传播 产生的反应就是神志不清 精神疯癫 这药匠是最基本的匠头数 而飞匠要比药匠厉害得多 只要拿到对方身上的任何东西 例如衣服 鞋袜 事物 或者生辰八字 就可以施法 会让人不知不觉中 就中了匠头 最后一个鬼匠 就是养小鬼 养的小鬼 可以帮匠投食做事 施法时当助手 又可以通风报信 有的匠头师 还可以把自己养的小鬼 让度给普通人 让对方生意兴隆 事业一帆风顺 这都靠小鬼帮忙 相比于药匠 后面两个匠头 明显要高深很多 药匠必须要让人吃到肚子里 才能挥发作用 现在那个女生 就是吃到了 备下了药匠的菜 导致自己中了匠头 听到这我说 不至于吧 他们好歹是 有点本事的人 就因为这点小事 就对别人下毒手 也太混蛋了 女方亲戚笑了笑说 你以为 他们都是什么好东西吗 只要对自己有利 他们才不会管什么 伤天害理有为天道 咱们老祖宗那一套 在这里不管用 他们酱头师都是喜怒无常的 尽管不是所有酱头师都这样 但大部分都是一些 一听不满 半屏晃荡的小人 这种人最可怕 牙字鼻爆 说到最后 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 让我联系对方 说通过对方能找到解决要将的办法 后面 我按照号码拨出 接电话的是个男的 上来第一句就是萨瓦迪卡布 萨瓦迪卡是女性用语 男性是萨瓦迪卡布 我本来是想问他会不会英语的 但当时火急火燎的就说了中文 没想到他竟然也用中文回复我 我还想着泰国人物性不错呀 中文说的跟我没什么区别 但没想到后面见到他的时候 发现他竟然是个中国人 他让我叫他老九 祖基是潮山的 来泰国定居几十年了 工作就是帮人联系酱头师 这次就是让他帮忙联系酱头师 来给那个女生解酱 老九问我们想找什么样的酱头师 他说他认识曼谷很多酱头师 每个酱头师收费的标准都不一样 不管下降还是解酱 越厉害他们收费越贵 我告诉他 找个能解药酱的就行 因为我心知道 那些厉害的酱头师我们请不起 路上老九一直在跟我聊天 他说他认识国内很多明星 说着还给我看了他们的合照 看到合照 我差点没反应过来 照片上的那些明星我太熟悉了 感觉特别不可思议 我问老九 那些明星找你干嘛呢 老九说能干嘛 下酱头请小鬼掰 多得很 听到老九说出来 我还是不敢想起 没想到网上那些吸眼球的垃圾新闻 竟然还有几分是真的 后面老九带我们找到了酱头师 没让我们进去 只把那个女生带进去了 我们在外面等了大概两个多小时 天快亮了的时候 老九扶着女生出来了 女生脸色不太好看 走路都走不稳 但观察眼神能看出来 他已经没事了 男生搂过来 女生一个劲地对着老九道谢 老九摆摆手说 谢他没用 要谢就谢里面的人 说着拿出了一个小瓮 把瓮打开 里面竟然是一团头发 老九说 这头发是从女生体内排出来的 问题已经解决了 问那个男生要不要把瓮带走 留作纪念 男生连忙白手后退 付完钱就走了 一刻都没多待 你们猜多少钱 三万多泰铢 当时我都快崩溃了 我辛辛苦苦赶一场活都挣不了那么多 人家两个小时就赚到手了 这差距太大了 有时候想想挺有意思的 国内有些有能耐的人不被赏识 城里那些款业心结跑到国外 捣吃洋玩意儿 都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这根本就是信徒跋山涉水去朝圣 对此尽管有很多话想说 却说不出口